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 在虎年之前,牛年我們看到有個高官的下台 我們這一集再研究他,誰會 Lex 接下來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 支持一下我們 加入我們的Patreon 接下來新春有演唱會 嘩,正啦 初期未想到 先等一下 因為要拜年 還有可以在下面那條link 就是一個叫做PayMe給利是 嘩 我們這些小朋友需要利是的 支持身體健康 祝願大家聽眾 耳朵就是聽到很多好東西 沒錯 這個消息好還是不好 對我們來說 我就經常過一個立場 就是 有什麼所謂 不關我的事 不知道你做過什麼 對 不知道你做什麼 不知道你搞什麼 你們真的在暈躲 對 是吧 講弱了 有粗口的 本身就 那 我看到 徐英偉下台之後 在這個周邊的新聞 多了 花邊的 他又不算是花邊 因為講明也有15個高官有份 有個肥仔 沒有得安心出行 原來不止他 原來有3個沒有得安心出行 知法犯法 厲害了 今天講到那些官 知法犯法 那究竟這個是個開始 是不是再有人落獲 還是怎樣 看到風向都是很多 是吧 OK仔和我們慢慢陳述一下 沒錯 說到徐英偉這件事 就看得到 因為他自己出來走 出來就骨功辭職 出來走 出來走出來就說骨功辭職 林鄭對這件事 最重要的看法就是 他徐英偉警覺性不足 所以就要辭職 辭職就體現這個問責制 嘩厲害 讓他體驗 讓他體驗到 正如之前這樣說 很交代 但往往就好像不夠 是不是應該還要有人落獲呢 這個大家都非常關心 香港人最喜歡看到 全部都解僱了 對 因為說到 林鄭舉手 林鄭舉手 像新春賀慈 新春賀慈 用OK仔說 林鄭新春賀慈 他待會玩過你又想不到 我決定 之前我曾經答應過這麼多位市民 如果市民不喜歡我 我是會辭職的 然後理行他的承諾 下面寫著 苦連行大運 香港人祝大家平安 這樣就很開心 不知道 我覺得沒有分別 不知道 是一樣的 好 除了徐英偉之外 原來入境處處長歐家宏 還有鄧二凱 這些所謂的官員 鄧二凱 都是 因為那個是退休 退休 海關關長 都沒有用安心出行 這兩個都已經被人說到 哇 還沒罰 沒有安心出行 他看了一關關長 那是關人隱事嗎 那找不到他 基本上 都要罰的 是的 究竟有沒有罰呢 不知道 因為說到 林鄭好像交代得還未足夠 是 那就看看 林鄭對這件事 又發揮了所有資料 那 除了 這兩個 都沒有用安心出行 這個程式 還有兩位 退休前的海關關長 以及入境處處長 進去餐廳 都沒有數安心 除了英偉 沒有戴口罩 那些 所以就 這兩個 怎麼辦 現在 林鄭出來說 她有調查結果 是不是 所有證據都很足夠 被人看得到 首先 有人這樣說 喂 好像 林鄭 你有沒有對其他人 怎樣罰呢 林鄭又說 用口頭的警告 蛤 為什麼差那麼遠 對 口頭警告 對 林鄭也經常被市民口頭警告 很多 新春賀詞 很多 很多市民對林鄭也有很多 新春賀詞 對 問候你 是啊 林鄭批評完徐英偉之後 就了解到 所以出來鞠躬 其他人 就說她對發展局局長 創新局副總監 那些 就說口頭警告 那些 這個口頭警告 比大家都感覺 你好像歪痕 口齒薄痞 對 不是的 有人覺得 什麼 林鄭 是怎樣 可能你把徐英偉推出 推出徐英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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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這樣也可以 哇 殺了警白 那是不是 殺了警白 就足以去 令到這件事 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 好像不會 因為 制了期就算了 對 制了就算了 即是你推出天 他就走了 但是後面還有一群人沒有用這些安心出行的時候 對 那你又好像沒有罰 沒有罰到 因為說到 今次宴會這件事 是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去調查的 結果之後 林鄭自己看了 她覺得 嗯 明白的 了解了 至於是否 口頭去警告他們 這件事 林鄭她說她看過這個懲罰之後 她覺得是可行 認同這個手法 所以 尤其是有兩位 有兩位她覺得不是說 比較嚴重 即是創新副總監 馮浩然 以及另一位 馮英倫 犯的事不是很嚴重 所以口頭警告就沒有問題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沒有提過 這件事 至於那些 一哥入境處處長 這件事大家都去問 她說 會按照今次官員的行為 作出調查 究竟是內部 她說一定是內部 紀律調查的 以及這個 關乎食衛局的調查 兩個調查一起去看 食衛局的調查 就是沒有用安心出人的問題 即是五千而已 不是啊 你說那些口頭警告 沒有理由市民 即時被警察罰款 用一些嚴厲的說話 沒有理由你林鄭不斷拉幾句就算 她現在不是交了一個球 又一腳橫圈嗎 你看不到嗎 內部調查 讓她內部處理 這樣 是 一腳大車腳 嘩 厲害了 這腳長全就去了內部處理 內部調查 你說沒有安心出人 不是 等食環那邊 食衛局那邊 檢查完 如果不是五千 可能是這些 可能是這些 五千而已 你沒有用安心出人 市民那些都是 對 你們覺得怎樣才會 如果只是口頭 口頭 會不會說 林鄭要對著公眾 說一句髒話 對著他們 要拍出來 不是 你簡直是 記者會 記者會 今天列了那些 有份出席的官員 這三個 高官知法 煩法 我表你 新春不要說這些 但也要說 平時應該表揚你 現在表臭你 對 出來指著 逐個指 打你 不要走開 沒錯 標理又沒有 調理又沒有 說完這些之後 市民 跟各位市民 鼓鼓鼓 說聲不好意思 抱歉 然後新春每天都會 要有人練一下春袋 這樣嗎 嘩 說笑而已 不是福袋 福袋 拿福袋出來派 哇 嚇死人 林鄭拿了福袋出來派 不是 嘩 玩到這樣 好恐怖 新春真的 大家真的 電視機都打爆了 吹吹水 讓大家給大家歡樂 對 都過年 對不對 對不對 看這種形勢 內部調查完 然後 因為你一哥都出來說話 之前說經一事掌一致 但始終 入境處處長好像沒有說話 相比起一哥那些 一哥就說話比較多 對這件事 入境處處長是不是 肥嘟嘟那個 歐家雲 就沒有用安心腸那個 是啊 你還有什麼可以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越說越錯越多 但是 你都失敗了別人再質問你的時候 那你怎樣 你是不是知法犯法 你成不成為自己知法犯法 冷處理 是啊 擺明就是 就是等罰的 這件事是不是躺輸 這件事叫做 不是躺贏 躺著這樣輸 他躺等 躺等 躺等 聽後化樂 也是的 我覺得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快點盡快公佈了內部調查結果 然後你跟其他市民做一個交代 不是 罰他 那些 拿了三個月糧出來 捐了他 抗疫基金7.0 都可以 我還用一個 跟小朋友說話的態度 這三個人都很頑皮 徐英偉 歐家宏 鄧二海 你們沒有用安心出行 只能用頑皮 很頑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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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反叛 你一個就是那個 鄧二海是什麼 是廉政專員 是 你這些崗位最應該守法 其實你三個都應該守法 不是 鄧二海是退休關關獎 廉政專員是八穩六 是嗎 不是 我這裡看到這樣寫的 鄧二海 什麼 張替白運六長連署 那他可能 是不是之前 再之後 之後 其實他們基本上很高官 是不是 整班都是有牌頭 有柴頭 對 退休海關關長 對 你沒有理由 關掌過關 你這樣自己入關 你過關的人過關 都是要拆東西的 對 他不拆東西 入境處處長 都是要拆東西的 對 查到就有這三個 那你這些出來 真的要對市民做一個交代 我覺得大體一點就是林鄭 甚至乎你說 不是 公務員事務局那些 一齊整班出來的公 挺好笑 他說馮英倫自然 由於有喝過酒 可能有參與唱歌 但是記不清有沒有全程戴口罩 他喝了很多 喝大了 喝大了 不記得了 很多東西都不太清楚 你問我 看CCTV CCTV又說沒有 可能拍不到 這些 現在就是另一個把柄 大家出來 你下一個就沒有了 不是沒有延後 就是這幾個就是範圍之內 預計射程之內 射到的了 射程 一哥就反而不斷跟公眾去唱好 所謂的唱好就是 一哥是不是意思是說 警部處處長 他經常出來 他又貼地又經常 昨天又出去花虛 有人找過拍照 真的厲害了 他要做這些事情 有人找過拍照 好像明星一樣 我看到 正常 那時候 就算社會運動 我不是說19年 我不是說初期的時候 我忘記那時候是什麼時候 2014年 那時候 他們不是出去遊行 也有人找阿sir拍照 我記得那時候很和平 其實很多時候 既時 警民一家 但是 越來越遠 這條路 漸行漸遠 現在 可能中聯辦又出聲 做些事情貼地一點 無論你政府也好 立法會議員也好 一哥都自己說要做些貼地事情 例如他出席的地方 都是聽取很多意見 他這樣說 他現在走下去花市 嘩 我看到厲害 真的抓著一哥拍照 一哥當然有點尷尬 好像不知道受好不受好 都拍到照 拍 最重要這裏和市民拍 那裏有記者拍到 是啊 有記者 我們有看到 親民 你給人的感覺好像親民 你受不受就一回事 但總有人接受 入警署署長就麻煩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件上 因為他 這件事不斷被人說 你又真的什麼都沒有 好像違規 違規但未見到懲罰 沒有出聲 他自己也沒有出聲 也沒有出聲 他沒有出聲 比較靜音 不是一單 幾單 怎樣幾單 他之前 近代那些 是啊 有個強姦 那件事 有個犯過 又是限聚的 他會大 問題大一點 喂 這個 救病這些 所以 為什麼一哥說好像溫柔一點 他可以不斷說 做一些事情可以彌補 那個 真的比較蠻 那個比較蠻 那個涼過水 對 什麼都有你分 又是你肥仔 哇 網友經常說什麼 他這麼喜歡出席派對 派對專員 做了 派對談 真的派對談 他的樣子是很臨善的 和可親的 是臨善 不要聽錯 臨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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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跟他玩得開心 又不會有攻擊性 圓圓圓圓的 但其實他很問 很問 我會覺得他直接比較問那個 又是你 又是你 不是 林鄭 不是 是靠頭 You are the next 成龍的emoji 插著頭髮 又是你 救不了你很多 大哥 他好像柯南一樣 他有份去也有事發生 你的官場柯南 上次一宗強姦案 今次一宗是什麼 確診案 又是你 可能私底下說 處長 看到他掉頭走 不要請處長 他最近黑腳 黑腳 黑腳 不是那麼好 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 這件事很敏 但是 我看到 有些報紙馬上在研究 怎樣研究 為什麼可以找到 徐英偉的十二生肖出來 什麼生肖 神經病 這是什麼事 好笑 近來新年 報紙說 網上的人 最喜歡找的熱手 竟然是徐英偉的十二生肖 即是生肖 以及背景 背景也不奇怪 我們昨天也有說過 十二生肖 屬什麼 那他關什麼事 屬中無大將 屬張無大將 對 尿化當先鋒 怎樣 我現在看他 究竟 說在網上熱手 說他突然飆上去 是的 徐英偉在這一兩天的Google 大家立刻去找他 成為一個很熱手的東西 其餘是說到 在網上看到 什麼關聯字 家人 人工 住在哪裡 更加有網友 就立刻去查一下 徐英偉的生肖 和出生年份 不知為什麼會有糖水的字眼 原來是說 網友重新關注 他在2020年11月 油麻地糖樓大火期間 徐英偉在當時 原來他在社交平台上 上載了一張糖水相 被網友狠批 這些都是 大家拿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 抽水 明明是 伸多腳 大家都抽水 其實他的生肖 什麼都沒有關係 他也是苦的 他真的是苦 他也是苦 苦 真的慘 他這個時候還不苦嗎 其實我又覺得很幸運 他很幸運 很幸運就是 在年尾那一刻 不是做新年第一滴血 要不然那個字更大 新年第一滴血 你已經過去了 新一年大家也不會 抹掉 抹掉了 忘記了 過了一天 初二到 大家也忘記了 有沒有看到一篇 追人工的那篇 我看到立眼好像有一篇 那篇 追人工? 是的 你說 徐英偉追身 然後說 搞得很糟糕 有沒有聽到那篇 沒有啊 是嗎? 我昨天立眼看到有一些 讓我找一找 你繼續說 追人工的那些 要看看 現在有些人 翻炒出來 有啊 你想說哪一件 沒有所謂 你先說一下人工 剛剛跟我說到人工 徐英偉辭職 放風追新野爭議 哦 是不是之前那些 區議員 就說 不做那些 或者什麼鬼的 接著就說 要追回他們那些 人工 我以為追他人工 我現在看這些標題 都不知道說什麼 OK仔 你說 說到這件事 應該是 之前那些區議會選舉 因為大家都知道 很多都出來了辭職 之後 然後 在政府上面 甚至乎 徐英偉這些 就出來說話 喂 你們不做 甚至乎被人DQ 那些 就是被人DQ的那些 議員 你是不是應該要追回他們的工資 這件事 就說到很嚴重 導致有超過200個 這些區議員 就馬上請辭 這件事 是他們的 往職 說到 他出來鞠躬 出來鞠躬 出來鞠躬 有很多民主派前區議員 就在網站 社交網站 就真的伸他一腳 伸他一腳 伸他一腳就落井下石 有人笑他 什麼都要辭職 這麼巧的 人家那些出來辭職 他你都要辭職 到你了 這樣 就是 他之前 他出人工 說別人不做 那些 DQ了 那些 現在就不好意思 你也有份 那會不會 說到7月 7月的時候 指宣誓的區議員 如果參加了民主派的初選 曾經 借出議 辯作初選票站 或者擔任工作人員 曾經簽署脈絡無悔的聲明 將會失去資格 兼且會被人追回 上任以來一切的身金 可能每個計算是過百萬 這些就是 之前說到區議員 議員那些問題 這件事就是關於他事 徐英華 現在 你也被人這樣說 你也有今天 這樣 就是之前那些 區議員 是不是 有牙齒印 有時候 所以說政壇上面 其實 如果你說 大家立場不同 政見不同 沒有問題 那你 一定有這些事 但是可不可以做 事後做 不要說做朋友 就不用去做仇人 我覺得有些是他們自己為來 你看到現在也不是 因為報紙又寫到 說到徐英偉辭職 現在又是另一個 四大政治勢力的 刺消比獎 說到 嘩 在香港 很粒粒亂 中央不是說要同一條戲嗎 大家出來說話 這件事 都繼續會有很多風波 繼續炒下去 我看得到 又說到關乎什麼 例如 之前我們的前特首 梁振英那些陣營 又說到 你都記得 有些人一起炮轟 林鄭月娥 是 好了 徐英偉 徐英偉才是屬於民建聯的一份子 他今次鞠躬辭職 那會不會又影響到 政府林鄭月娥和民建聯的關係呢 例如李慧瓊子 李慧瓊 李慧瓊那些 因為說到 你這樣 你逼她走 林鄭月娥不給面子 不給面子就當然了 林鄭月娥的性格 我們都很清楚 對不對 好像她新春那些相片 很笑容 對著那些人 但是對著內部 自己有 就好像 整天都皺眉頭 整天都給人感覺 是否有鑊又給我什麼 林鄭月娥 林鄭可能自己想 這件事 可能對接下來 這半年 林鄭去做這些施政 甚至乎有些什麼 會不會有些大影響呢 我們可以看看 不過 不過 對派錢那些 我覺得不會有大影響 一定是一條戲一條心 市民都贊成 民建聯都贊成 各個政黨都贊成 對不對 現在都說派錢 口都臭 不過 才爺都已經找了人 搞那些電子支付 不用怕 找派 派消費券 有人會不會怕林鄭突然出來干預 不關他的事 不會 林鄭不會 不過林鄭這件事 應該都不會 林鄭不會 反而葉劉 不過葉劉不關他的事 葉劉更加 對 現在講到 政府架構裏面 有四個大陣營 即是接下來政治 會有四個大陣營 一個就是傳統建制派 林鄭將會面對四大陣營 其中一 第一件事 就是建制派 第二件事就是梁盈和 即是前特首梁振英那邊 第三個 嘩厲害了 AO和AO黨 這些又是政治架構上面的一個技術官僚 第四個就是紀律部隊 究竟會不會真的拆成四分天下至五分天下 在香港入面 不會的 中央不會讓你做這些事 不會越搞越亂的 現在是穩定的 記得駱惠寧說過一件事 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所有建制派也好 政府人士也好 不要再拿一些 之前那些 有些反對派出來阻礙 現在就沒有了 你們要同一條心 一起搞好香港 現在廣告說 四分五裂中央怎麼會不讓你做這些事 到最後我覺得都是會 一條心 大家最重要是一條心搞好香港 這件事是真心的 要不然香港還要靠 好像葉劉那樣 葉劉就不夠一條心了 我覺得 下下就說靠開關 靠開關來刺激經濟 這件事是真 這件事是對的 但這是之後的事 但之前的事 應該是一起出來說 之前派錢 我覺得葉劉應該多說 派二萬 你起碼 好像與眾不同 遇眾不同 你就向好方面說 反正都是 反正派八千 你說八萬都可以 反正都不可能 對 你一個人說 每個人走同一個方向 你說不是 不是就是你作主 那你不是很大 你不是比老佛爺 是啊 你當林鄭是甚麼 雖然在你眼中 林鄭是你師妹 但是你都不可以這樣 職位上不同 排頭上你都差很遠 你是議員他 特區政府首長 有些人是這樣的 說開心的事 然後突然出來 不行 我是要跳脾 他也是很橫皮的小孩 當時聽過一套 一起買同一隻馬 一起買就一起喊 好 然後突然有些人出來唱一套 一起買 一起喊 一起混蛋 就是這樣 幸災樂禍 多口嗎 多口仔 好像與別不同 他也是多口女 葉劉也是多口女 這件事 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 我相信 最後都是看歐家宏 他比較危險 因為他牽涉多次 不是一次 反而一哥那些 八韻六 有人會說 八韻六那些 在CAC 連記 你為什麼會去這些地方 可能 就是看看有沒有人違規 就是這樣說 誰不知 他自己也違規 看人違規 頂窿都是安心出行 五千 其餘就是 是看入境處處長 有沒有人頂窿那個位 或者等任期完結 一次過換了所有人 都不奇怪 我又覺得不止是安心出行 因為那幾千元的罰 因為好像財英偉那樣 我當你是一個普通市民 走了出去 沒有戴口罩 出去唱歌 也好 吃飯吃到尾也好 你覺得是一個普通市民的罰嗎 沒有罰 會不會被公司辭職 不會 沒有事情都搞到這麼嚴重 那個知法犯法 不都安心出行 可能是更嚴重 那就看看林鄭可不可以繼續 保持她一貫的手法 說到自己大熱凜言 公正嚴明 他又不像 他只是搞定了一單之後 有個交代就算了 你不是一個政府 其實是很難解僱人的 當然 所以為什麼我說 推他出來 叫他自己走出來鞠躬 雖然他自己開頭說 自己不知道沒有收過 推你就緊的 推你放你上來 你很大的任務 任務就是你出來鞠躬 為政府所有事情就完善了 完善了 你想想 放你一個 好過搞這麼多個 這件事 從上到下 我經常都說 就算你現在的時事評論員 都是這樣說的 大方得體 幾贏 共贏的局面 整個香港 以至到中央都好 在這件事上 就是共贏 什麼叫共贏 就是 有人出來問責下台 林鄭給人的感覺上 她就是公事公辦 就不是特事特辦 公事公辦 有人犯規 她就真的推她出來 中央 給人的感覺上 都是關注香港這件事 他們做出來的 手法都不會有包庇的成份 整件事就是大家 完了 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去到這個位 還想她怎樣呢 推了那個人出來 是的 推了她出來就算了 很大機會 但是反而 危險一點點 我們要再去判斷 再去估計 就是說 會不會入境處處長的位 多些 警務處處長 一哥都可以去地區 和市民 當是行家也好 看看環境也好 什麼都好 她反而沒事 入境處處長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現在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啊 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這件事 可能她感覺上 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可能過了正月十五才算 林鄭可能想 你見她快刀斬聯麻 都是在過年前 推了阿徐英偉下來 就算了 新春大一滴血 真的好看嗎 在中央都不要異頭 當然 中國人最忌這些 異頭爺 無情雞 就是了 所以 過完十五 可能先過了特首提名戰 這些會不會再引起 下一波呢 我覺得 留下來炒 好啊 我們再炒過 遲些 好 留著被人炒 你連都過得挺害怕 震一震 下次見 拜拜